江珍宇小浩回应恋情引用阿戴尔的生活台词 她在向谁道歉 不好意思 昨天看到江珍宇旁边的这位朋友 我第一时间觉得这不是个女生吗 只是这位朋友与江珍宇的互动实在有些亲密 而江珍宇所在的公司马上发出声明 今日有关我四眼园江珍宇恋情的相关新闻军属故事 对于依次延伸的无端谣言和恶意重伤 我四保留诉诸法律手段处理的一切权利 江珍宇的小浩发出微博 这么晚都还没有休息吗 江珍宇是道歉了 还有其他江珍宇是道歉了 但不知道道歉的对象是谁 电影《阿戴尔的生活》中的一句台词 据悉 《阿戴尔的生活》是一部描写同性恋情的电影 到处都是强大的压力 不管这位朋友是男生还是女生 与江珍宇是什么关系 总而言之都会引起很大的轰动 作为支持她的粉丝 应该理解并且支持江珍宇的任何决定